许多话没想你说 但如果你没有勇气 就这种滋味 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啊 你看今年我们创办了这个节目开播了 领导就说庆祝一下 给我们整了一个篝火晚会 同事们之间两两桌队跳舞 我一边和大鹏跳那个扫堂腿嘛 一边就偷偷瞅我那个女神丹丹 他就孤独地坐在那个草地上嗑瓜子 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过去了 我现在借点小酒嘛是吧 我就一步步走向他 我就用真知的目光看着他 我就心想他俩这么漂亮呢 人家都说了吗 你要喜欢一个人你就凝望他 超过三十秒 他就会懂你的心思 你怎么看他 这时候单单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手里的瓜子 把瓜子给我了 后来呢 单单那一回就约我吃饭 他跟我说说那个 咱AA制吧 你说我是个男人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怎么行呢 男生跟女生吃饭怎么能AA呢 你买单吧 当然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你看非常流行这个舌尖体 我在这儿呢 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 我跟单单的月老 因为后来我们走到一块了 瓜子 那把瓜子无疑是 太阳 与向日葵 两两相忘爱情的结果 从后 唇齿和手指 默契的配合 让这一粒饱满的果仁 瞬间迸发出 随即粉碎 只留下五香的气味 和空虚的果壳 你们看到没有 咱吃货的文采 那也是相当了得吧 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 吃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呢 其实饱含了深情啊 你看 和舌尖相遇的是食材 触动心灵的是情感 所以 我决定为爱下厨 为父母 为丹丹亲自做一顿饭 端午节 全家大比赛 露一手的时刻到了 我多用心呢 这菜一片一片洗 肉一片一片切 每一刀都倾注了爱意 那猪肉 拿手了 血啊 就滴在这个猪肉上啊 这时候丹丹非常心疼我 说 亲爱的 你这是滴血认亲吗 因为我是一家人 想起什么爱的一家人 各位美 夏天又到了 该露胳膊露腿的季节了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六月不减肥 七月涂伤呗 八月涂伤呗 九月涂伤呗 所以我们家这丹丹呢 现在每天又多了一件事 减肥 肥胆丹呢 减肥呢 是很有方法的 我跟你讲 首先呢 每天要监测这个体重 不仅称体重呢 还要做记录呢 认真地画成了图表 就曲线图 连上线 那天呢 我就路过电脑 挺热闹 我就问他 我说哎哟喂 亲爱的 你是哪只股票 K线足了 长得这么好 为了鼓励他呀 我就觉得 我跟你一块减肥吧 本来说好的 晚上不吃饭吗 而后来呢 那天晚上 他说自己实在太饿了 就勉强吃个面包 但是觉得这个面包太甜 要吃两根烤肠 然后胃有点酸 又吃了一包苏打饼干 吃完觉得太干 又下了碗方便面 太咸了 又买了瓶金红茶 后来忽然想到 哎呀 今天要减肥呀 赶紧喝包酸奶